Alin 嗨 医生 我听说这里有一个很帅的牛膜哥哥 他可以保护我们 牛膜哥哥 听说他是超级帅的 害我心里噗噗掉 牛膜哥哥 你说的应该是可保护身体的 牛膜哥哥 肺炎囚禁疫苗 真可怜 原来牛膜哥哥不是人来的 那这个牛膜哥哥是什么东东 肺炎囚禁病毒是引起肺炎最常见的病炎之一 严重的话 它会影响肺部 大脑和血液 并发症可能需要长期住院 甚至死亡 这么严重 那容不容易感染 肺炎囚禁疾病很容易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传播 所以65岁以上的年长人士 就应该接种疫苗来自我保护 接种疫苗的费用将由政府津贴 人家很怕打针的 那接种了疫苗之后会不会很容易不舒服 别害怕 大多数人打疫苗之后 没什么感觉 就算有任何轻微的副作用 一两天之内也会消失 打疫苗给身体有更好的保护 幸好人家我永远18岁 我要赶快叫那个梁伯婆来打疫苗 虽然找不到牛膜哥哥 但是我找到你这个大帅哥 原来这个牛膜哥可是疫苗啦 大家周边还记得来 请观看 Newton 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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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